嗨,BYD 扬起灿烂笑容 日剧女神常泽雅美 开着中国电动车 比亚迪旗下的紧凑型先辈车 比亚迪海豚 来趟惬意的公路旅行 也正是常泽雅美的清新形象 让从去年1月 就进军日本市场的比亚迪 摆脱耕耘一年多 却还有六成日本人 不认识他们的窘境 比亚迪特地做这支广告投放后 品牌认知度从今年2月的20% 到9月底提升至40% 另外在广告播放的两个月期间 比亚迪旗下的海豹轿车 就拿到400张订单 光7月在日本销售的 比亚迪三种车款 订单也超过400辆 创历史新高 全日本比亚迪31个经销点顾客人数 年增率更是达86% 但亚洲市场之外 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中国电动车厂商 现在却在欧洲市场提到铁板 欧盟投票决定是否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加征返补贴税 最后包括法国在内的十国赞成 五国反对通过要克高关税 车厂不同 加征额度也不同 最高的是上汽集团 若加上基础税率 最终可能落在 征收45.3%关税 这项加征关税还有12票弃权 反映出部分欧盟国家担心中国报复 故不其然 北京马上宣布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 加征关税 实施临时反请销措施 但同时罕见提出 要将进口中国电动车 售价降到最低3万欧元 希望让欧盟回心转意 却传出遭到拒绝 双方谈判期限 直到10月31号 如果破局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 加征高关税 长达五年 对已经在国内市场 面临销量下滑困境的 中国纯电车厂商来说 将是雪上加霜 比亚迪和理想汽车 是唯二有赚钱的电动车厂商 也是多亏动力混合车 与增程型电车 和煤电就跑不动的 纯电车相比 这两款车型都有替代动力 续航力更强 因此更受消费者欢迎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 今年8月 混合动力汽车 国内销量狂飙1.4倍 靠内燃机为电池充电的 增程型电动车销量 也大增9成 相比之下 纯电动车销量 只成长20% 换句话说 现在只做纯电车的公司 恐怕支配不赚 中国纯电动车产业 面临重重逆风 台湾鸿海公司 这时却布局美国市场 鸿海在年度科技日上 揭露最新电动车款 Model D与Model U 以及为美国合作伙伴 打造的北美版Model C 预计2025年底量产 彭博引述鸿海高层说法表示 尽管在电动车这块产业 起步晚 但鸿海谨慎布局 透过在美国出货Model C车款 计划要在2025年 拿下全球电动车5%市占率 甚至将一次为跳板 未来要进军日本与东协市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